大家好 我是龐德 很快已經到2024年了 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2024年的第一個007翻新中古車 那這一部呢 是2008年4月份出廠的1910AL325i 好 每部車都走到一定區隔嘛 因為我的車型翻新車型都很類似 不是1910就是146或160 所以每一台呢 都要給它定調一個名稱 那這一部呢叫做AL325i 為什麼叫AL呢 容我稍後跟各位分享 好 這部車是在去年 也就是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買的 在網路上跟這個車行買的 那麼這部車是正08年 那你看這個車頭 是這個一般講說這個鼻毛 有點難聽了 就是車頭水箱罩上 還有兩個這個鍍鉻的這個飾條 這個是屬於前期版 就是非LCI的 但是呢 因為這一台車是08年的4月 都處於這個交界期 所以在外觀上 外觀配備上感覺還是前期款的 但是呢 它內部主要是引擎 引擎已經變成是所謂 一般稱為黑頭引擎 就是N52N N52N 那N52N跟N52呢 其實基本上幾乎是一模一樣 做一點小小的修正 包括這一個氣門的 這一個間隙調整器啊 包括這個流浪機變數位式的啊 包括呢 它這個DME 就是引擎控制電腦呢 也是新的一個型號啦 但是基本上整個引擎 可以說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當時看車的時候呢 本來想說也不確定這引擎是什麼型號 結果到現場一看 哇 這個引擎是黑頭的 在那個交接期喔 有時候這個很難說裝了什麼引擎 那是新款引擎 OK 那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 車內的方向盤 它原廠就已經有撥片了 在那個年代開始是有撥片的 好 那麼再看一看外觀各方面 大家知道我看車主要就是看車子的這個外觀板件 和內裝的保持的一個程度 我覺得這台車還不錯 然後呢 我就請大偉去試開了一下 那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天很冷喔 大家知道2023年年底喔 有好幾波寒流 就那個時候買了 所以大偉開回來 這個覺得說還不錯啊 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蠻有力的 好 那我們就買了 好 就買了 那麼 後來很快馬上就取車之後呢 我在開 換我開嘛 大偉開它之後開我的車 好 我開這台車 然後呢 我就發現 欸 開一開就是上高速公路之後呢 就看到開始出現變速箱有點 不是很順暢 我們知道這個 1910以後開始使用了六速變速箱嘛 就是所謂的ZF5HP19 或者是GM的六速 就是所謂的GM6 三種變速箱 那其實六速變速箱 跟之前146的五速變速箱 它除了多一速之外 好 其實這部分不是最大的重點 因為它其實 相較於五速的 它一到五速的齒比 其實兩個變速箱 基本上是一樣的 它是多了一個第六速 多了一個第六檔 好 所以內部其實 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重點是呢 關於扭力轉換器的咬合 鎖定 lock up這個部分呢 有比較大的差異 好 這個就是扭力轉換器 你看這整顆是一個總乘 所以它轉的時候 整顆是被帶動的 那這一面呢 這一面是鎖在 鎖在引擎的飛輪 也就是說引擎一旋轉 OK 這整顆就在轉 好 整顆就在轉 好 這是鎖定的喔 那你引擎是急轉 代速750轉 它就是轉750轉 那轉速拉起來 不管一千五兩千三千 它反正引擎急轉 這個扭力轉換器 它就是急轉 是鎖在一起的 大家了解我意思 好 那你說變速箱 它不是對不對 要能夠斷開來動力嗎 不然你怎麼辦 引擎再轉 車子都停一下 怎麼辦對不對 好 所以另外這一頭翻過來 這一頭呢 這一面就是插在變速箱上 插進去之後呢 你看外殼轉的時候 它外面 外面這一個 這個軸 外面這一圈 它是不是有一個缺口 有看到缺口 OK 它就是卡在變速箱內部的幫補的部分 所以呢 只要引擎一轉動 飛輪就跟著轉 飛輪一轉動 變速箱內部的油幫補 就是被打油的 OK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說你車子靜止的時候 如果被拖掉 變速箱可能會壞 為什麼 引擎沒有發動 飛輪沒有被帶動 那飛輪沒有去帶動 變速箱內部的幫補呢 裡面就沒有油壓嘛 該去的地方沒有去 那潤滑變速箱就可能會壞掉啊 對不對 那 你說動力要怎麼傳給 這顯然不是傳動力 這是傳給什麼 給幫補而已 動力怎麼傳遞呢 它內部你看 它內部呢 還有尺 內部的這個芯 變速箱的芯插進去 插到內部 內部那個一般我們講 Turban 就是渦輪 或是講葉片 那個呢 才是 要把動力傳遞給變速箱 讓變速箱呢 有力量去驅動 傳動軸和輪子 那你中間 你看嘛 外殼在轉轉轉轉轉 對不對 那那個葉片呢 如果是不動的話 裡面怎麼樣 就是油在空打嘛 對不對 那你隨著 你現在要有動力的時候呢 引擎 轉速拉高 這個時候呢 怎麼樣 內部那個葉片 一定要承受相對比較大的壓力 它才會被帶動 才有力量 透過我感覺中間那個軸心啊 去驅動變速箱內部 才有動力傳達嘛 好那你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要傳達多少咧 對不對 那比較早期的變速箱 就是沒那麼聰明的話 它其實內部就完全是靠這個機械的 好我常講 變速箱這個扭力轉換器 就是兩個 好像兩個電風扇面對面有沒有 那一邊轉的時候 另外一邊葉片慢慢被帶動嘛 那你靠的越近的時候呢 就越容易被帶動 靠越遠就越不容易被帶動 所以這個遠近 其實就是所謂它 彼此影響的程度到多少 這個呢就叫做鎖定率 好所以早期的變速箱 它基本上 沒有什麼電子去控制鎖定率的部分 就是裡面 你轉得越快的時候 那油壓呢自然就怎麼樣 轉得越快的時候 那個油壓呢自然就會打得越強 這樣慢慢去增加它的滑動力 好那後來呢 就發展出說呢 內部有一個離合器 OK 到一個某個 我們講一般就是 最後一檔 OD檔 輕油門的時候呢 欸透過一個電子法 解放之後呢 給它啪夾住 但是你一定要在輕油門 在最高的檔位 OK 然後輕油門在某個條 很多條件吻合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才能夠給一個力量 把這個內部的 OK 除了兩個葉片之外 它還有一個離合器 可以完全咬住 那個就是以前的所謂的lock up 好那 我們講從 E46的5HP19 開始呢 就是這個部分呢 有做一些文章 好像E46的五速變速箱呢 它是從第三檔開始 好 一二檔沒有 還是完全就是 喔你油壓 一來的時候它就慢慢的去咬合 從第三檔開始呢 那個咬合力量就變成 由變速箱的電腦來控制 它這個法體啊 底下有一個這個 EDS法 就四號電池法 它會一直控制壓力 控制那個油壓 隨著你的轉速的提升 OK 它讓你這一個 兩個葉片的距離 用油壓去推它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壓力就越大 鎖定率就越強 OK 那壓力小 或甚至釋放的時候 它推回到原來的地方 鎖定率就沒那麼強 但是它沒有完全咬住喔 OK 直到呢 某個條件吻合的時候 OK 比如說你啊 兩個發動機 跟這個什麼 變速箱 葉片的轉速 已經很接近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條件吻合 咬合 咬住 然後呢 條件沒有了 趕快就放開來 變成是滑叉 OK 大家聊一下 所以三檔四檔五檔都是一樣 所以 就是 它沒有那麼明顯 它是逐漸的 要打到 慢慢到那個要求的時候 然後呢 到那個條件才能吻合 因為 它不能有容許有太大的滑動 說讓它去夾 那離合器片很容易壞掉啦 所以 有時候146 很多的車子就是 其實你的變速箱 它這個 已經鎖定的功能 可能已經沒有了 通常就是 扭力轉換器裡面那個 離合器片 已經磨掉了 或者油壓控制有問題 但是 看起來還是很順啊 你沒有感覺啊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那個動作不是很明顯 通常只有在第五檔的時候 一般大家 因為以前舊車就有這個觀念嘛 輕油門的時候呢 要轉速要下來 但動作不是很明顯 因為它在鎖定下來之前 它就有先一段改變油壓的動作 改變鎖定率的動作 OK 那你從整段電腦看 就是那一個 所謂安培速的改變嘛 對不對 最後才咬住 然後很快又放開來 要保護它這個離合器的機制啦 OK 好 所以剛才講的都是五速的 五速的 好 那麼到了六速的時候 到六速的時候 基本上 它 容許咬合的情況 範圍大了很多 就是 第一個就是 第一檔到第六檔 每一檔 它都能夠做 這個鎖定率的變化 和完全咬合 完全咬合就是鎖定率百分之百嘛 每一檔都有 六速變成箱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它 容許百分之百咬住的條件 相對比較寬鬆 相對比較寬鬆 所以你會發現六速變速箱呢 每一檔咬放 咬放 會 會比較明顯感覺到 那個引擎被推升的那種感覺 是比較直接的 因為它 很快要咬住 很快就咬住了 OK 那為什麼五速不這樣做 這個就是 當然就是 我想 材料的進步啦 溫度的控制啊 那這個電腦作動的速度啊 等等的啦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ATF OK 你看那個你要 要夾要放 要夾要放 你這個油又必須要去潤滑 整個變速箱的一個機構齒輪 能發這個發體油路壓力 那你這個油又要流到這個 因為油只有一種嘛 就要整個變速箱在跑嘛 油又要進入這個扭力轉換器 去控制這個壓力 然後呢 又要潤滑你這個夾放夾放的離合去片 那個油是很複雜的喔 所以呢我現在要講講前面講那麼久喔 其實這一集主要就講這個了喔 那進入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常看翻新中古車嘛 146居多然後現在1910 其實武術變速箱呢 當時主要就是用 但他們ZF就是用所謂的ASO ASO的 這個LT7141嘛 那麼這個油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但是別的廠 比如說美孚啊什麼還是有生產 就是他們依照當時 ASO的LT7141的配方配出來的 然後就叫LT7141 那基本上用這個油才是 完全符合當時 當時這個ZF5HP19的規範嘛 那你如果說一般我們用 這個坊間的啊什麼三號油 D3喔其實通常沒什麼問題 都還蠻好的 因為我剛才講 它那個扭力轉換器內部 它那個鎖定率要到百分之百 OK要 到吻合比較多條件 到本來發動機跟葉片轉速 就已經很接近的時候才咬合 所以那個摩擦的承受的衝擊沒那麼大 所以對油的要求相對也沒那麼高 但是呢到六速之後 不管是GM六速 不管是這個ZF六速 因為它很快就要咬合 那個動作動作很快壓力也大衝擊也大 所以它對於油品的要求就非常的嚴格 你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或是這樣 我講一定要用 可能會有人挑戰我 就是說 我的經驗 我強烈建議 強烈建議呢 就是用原廠的油 不是規範喔 原廠規範 當然你外坊間很多油都可以說它可以對應 但是呢 你最好 我強烈建議就用原廠的油 不管是ZF的油 GM的油 OK 或者B&W原廠的油 其實是最為保險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說回我們這一部AL325i 那我當時覺得就是到這個比較高檔位的時候 因為在Loco 在大雨區試試 他那個在車行周圍落雨 他覺得還好 他覺得好像沒有說非常順 但是一般這個大家的經驗顯示 那這都不是新車了嘛 那麼六速變速箱相較於146到5速變速箱 相較於來講 六速變速箱的換檔是比較會有感覺 OK 甚至有時候在車子快停的時候 會有頓一下這樣 那個我之前也講過 一方面跟e90他做那種所謂 煞車前後輪的釋放力 有前後順序 故意做說讓車平穩 和這個變速箱本身 因為他擋一擋 有夾放的動作 都有關係 但是那並不是故障 他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順暢 所以大雨認為沒問題 然後我開 剛開始也好 但上高速公路之後呢 比較高檔位的時候 比如說三檔到四檔 或四檔到五檔的時候 就會出現 色色的 好像油壓不夠 又好像滑叉 接合的不太好 那個就是我講的 扭力轉換器裡面的離合器片 在接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 怪怪的就對了 我想奇怪 那我就一直不斷的試 一直不斷的試 因為那個感覺又像是 比如說這個LP啊鐵套啊 你受力 因為換檔會受力 受力的時候呢 可能上下晃動 然後也有可能是你的變速箱 後方輸出的那個我們講六角橡皮 或者是呢 傳動軸的中間掉架 晃動 都有可能一直 我一直不斷的去試 一直不斷的去試 那麼試一試之後呢 反正那個問題就是存在 那我覺得這個不能接受 因為很明顯 這樣子 好到車開回來之後呢 趕快頂起來看 然後呢 把排氣管垂下來 把那護盤打開來 去檢查 包括LP的鐵套 包括傳動軸的吊駕 看起來都很漂亮 而且呢 我還甚至發現這一台車 它包括引擎腳 包括變速箱腳 包括六角橡皮 我看都是沒有 剛換沒有多久 通常大家知道 尤其這種十幾年的中古車 常常前車子可能要賣之前 都不太理了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那個 引擎腳通常都打掉 然後變速箱腳 可能都扭一邊 甚至都脫開來了 那都是 你都覺得很正常 然後就把它換新 就很有療癒感對不對 這樣快怎麼 好像 除了那個傳動軸吊駕 看起來很 雖然看起來好好 但看起來不是剛換沒多久的 其他看起來都很新 看起來感覺都剛換的 那我想 一定是 之前前車主呢 也發現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呢 就從這邊簡單的開始換 引擎腳 變速箱腳 六角橡皮 可能發現還是一樣 就把車賣了 我想可能是這樣吧 那你想啊 唐德你看 買到這個BG了對不對 我是不擔心這個啦 大家知道我嘛 對不對 我們有一定的know how 然後我們本來就是車要買來修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排除了是這個傳動系統的問題 因為看起來都是好的 那當然就直指變速箱了嘛 好那之前拍過影片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變速箱有 自動變速箱有 不管是這種手自排自首排 或者是這個DCT 你一定要隔夜啦 因為現在冬天可能還好一點 夏天你一定要隔夜 要完全到室溫 夏天有三幾度 因為三幾度就是剛剛好可以開始 去測量油味的溫度 然後你一發動很快三幾度很快就起來了 那冬天的話現在還好 比如說七八度 你發起來 要溫度拉到30度之前 可能你已經油都換完了 就還比較safe啦 好所以我就把車子停隔夜 然後第二天再來 然後就照我們的程序跟大家報告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溫度低於30度的時候 怎麼樣開始做油味檢查 那我現在是檢查 還沒有不受換油 那我把車撐起來 然後引擎要發動 發動之後 發動之後 你PR ND 來回打三次 讓你們油跑一跑 OK 好這個時候呢 發動著喔 那個溫度是18度而已嘛 因為很冷嘛對不對 OK 這個時候呢 你把那一個加油口 冰箱上的那個加油 不是漏油口 加油口在側面 那個打開來 打開來的時候呢 如果有油流出來 的話 那表示沒有油不夠的問題 可能還太多了 對不對 可能因為冷的時候是 體積比較小 它還流出來 那熱的時候更是流出來 熱的時候會膨脹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撐起來 打開來之後呢 沒有油流出來 那也不代表說它一定是不夠的 因為冷車嘛 對不對 因為標準程序是 你在這個狀況下 油溫達到30度以上的時候 加油加加加加 加到那個油孔滿出來 就剛好到那個油孔的油味的意思 好那我不管 我發起來 反正看沒有流出來呢 我就先補油進去 OK看是不是油不夠 好那我剛才不是講嗎 這個六速的油呢 千萬要非常審慎的選擇 要審慎的選擇 那麼不管如何 我現在是在測試 現在在測試 那我這個油 不管測試結果是好 是不好 OK 我一定是油要重新換一次的 那我現在就先補 我要先測試是不是油量不夠 因為很多變化箱的問題 其實就是油量不夠 OK這變化箱外觀 看起來好沒有漏油喔 沒有漏油喔 但是有沒有可能油不夠呢 當然有可能 這個我們弄車弄酒都知道 有時候你就是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外場 就是沒有照SOP 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好那我就先用這一罐 這一罐是美孚的 就這個規格啦 好它這一罐油呢 它基本上 它寫8L 8LV 是不是代表8速用 沒有不自然 重點是它裡面 寫的它對應了 B&W變速箱的 很多規範 很多規範 所以顯然呢 有cover到呢 這個ZF6速以上的規格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D6 Dectron 6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我這台車的變速箱 是GM的 GM6 那如果說是ZF的話 6HP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用 好你問我的話啦 我強烈一定要用 就是原廠的 ZF原廠的 ZF6速油 OK 就是6 上面寫6那個 ZF6速油 那如果是GM變速箱的話呢 它的原廠規範給你的 就是呢 Dectron 6 D6 好 那這一個 好這一個呢 這個油 OK 第一個呢 它這個 397114 有沒有 這個呢 我們在它的變速箱下面 看到它貼的 它的原廠用的油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規格 原廠的料耗 所以說 它美孚 這罐油 它告訴你說 它可以符合 這一個 原廠規範 料耗的這個規格 第二個呢 很重要 GM Dectron 這個 VI 這就是5嘛 這個6嘛 對不對 GM6 所以這一罐油呢 顯然是它告訴你 料耗又吻合 它也告訴你這個油 它也符合GM6 也就是原廠告訴你說 它這一個 GM變速箱 就是要用 這個Dectron 6號油的規範 所以呢 我就先用這個油 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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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多少呢 補了一罐半 好那 其實 如果一補 馬上流出來的話 我就可能也不會那麼開心 因為表示變速箱可能掛了嘛 對不對 不是油的問題 但是呢 我補了一瓶之後 還沒流出來 我心中就大概有補了 這個應該就是之前 它的油就是不夠 為什麼不夠 你也不要問我 反正就是不夠 那後來我再補 大概第二罐補了大概600 6700cc 等於我補了 就 大概算1.7公升的油 這比例算很高啦 因為整個變速箱的油 大概也不過就是 你如果抽乾的話 大概8.5到9公升吧 那你少了1.67公升 其實少蠻多的 所以補 我就把它 補到流出來的時候呢 大概已經30 34度 那是最漂亮的 大概因為30度到50度以上 就不準了 你一定要量到50度以下 所以大概30 34度的時候滿出來 好 我就把它鎖回去 鎖回去怎麼樣 趕快去試車啊 結果一試車 OK了 沒有問題 之前的狀況 就是 我講 尤其在 比較高檔位 3456檔的時候呢 在進檔的時候 接合會 不順的情形 以及呢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沒有 因為六速變速箱 我剛才前面講了 好 你新車我不敢講 因為那十幾年前事 我也忘記了 就是說 你到這一種 十幾萬公里 二十萬公里的車呢 就算正常 你知道沒有故障 正常的一個損耗 或者說老化也好 它檔跟檔的 換檔是比較容易有感覺的 OK 但是呢 我覺得我這個有補進去 它整個 我剛剛覺得那個很不正常 已經完全沒有了 我就變成 我可以接受著換檔的順暢度了 好 好 接下來呢怎麼辦 當然要進入一個正常的變速箱 保養SOP 什麼SOP呢 好 我前面講那麼多 就是 五速變速箱 我覺得比較沒有什麼大礙 但你能用LTE7141是最好 當然LTE7141也不是ASO的嘛 反正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那坊間用很多三號優 其實也都不會怎麼樣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六速變速箱的話 我真的強烈建議 如果是ZF變速箱 就用這一支 ZF原廠的 六號優 六號優 Liveguard 6 Liveguard Fluid 6 就用六號優 如果你是GN變速箱的話呢 就用這一支 原廠的 Dectron Dectron 6 D6 一定要這樣子用 一定要這樣子 才能夠大幅減少你的麻煩 而且呢 像這種六速變速箱呢 你只要一用規範不對的油 馬上就會不順 很明顯的 那不順之後我剛才講 因為六速它那個主要就是扭力轉換器 它裡面不斷在夾合夾合夾合 馬上就會出現 它可能你內部配方就是不對 你那個潤滑劑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接合劑 很多配方 那個我們也不是很懂 就是因為我不懂 所以要謹慎 你就是用原廠的油就對了 好 所以呢我這部車 就是 後來試著正常之後回來 當然又再隔夜 然後呢再買了這個油底殼墊片 還有濾網 把這個油放乾淨 然後呢 當然就補 好不是補啦 當然就換了 這一個原廠的六速油進去呢 變速箱問題呢 就完全被排除 那開起來也很順了 OK 那這個就是第一集 可能畫有點多 但是我覺得趁我這次的經驗 也跟大家分享 關於變速箱我自己的經驗 跟no how 好不好 好那變速箱也就這台車 我買來之後 我發現了最大的問題 得到解決之後 當然就 就覺得這台車基本上OK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就是開的時候 你就感覺後面很軟 後面 這台車其實它前懸掉 看都還蠻好的 滿頭都還在 你知道滿頭還在 還在上面就表示 東西都是OK的嘛 但避震器都沒有漏油前面 但是後面的 糟透了 後面的避震器呢 是不僅說滿頭已經不見了 它兩個套管也掉下來 然後油漏到 連下面的那個下控制壁 都有油在那邊 後面等於是完全沒有 故障 所以也很奇怪 前面弄得很好 後面是避震器是完全掛掉 好所以大家不囉嗦 馬上 馬上趕快去買了這個對應 因為它前面是有BOGGY的嘛 BOGGY的避震器呢 把傷性改裝上去 好 就把我之前留下來的那個 AdaVan 之前還有160還裝過對不對 AdaVan超輕的 然後Offset很外張的 那個18吋的圈呢 先上 就先開再說 好那接下來還做哪些翻新整理呢 就請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這一台 AL325i的翻新中古車第二集吧 下一見囉 拜拜